好,现在已经开始在录像了 非常高兴 今天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用EOS的编程方式 来使用经济企量方法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上午的这个单元呢 要讲这么些内容 这些内容是这样的 首先第一部分概念辨析 然后呢,下面呢,回归分析 跟检验预测 每次课最后都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总结吧,今天说的 那个回顾一下 第一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概念辨析部分 概念辨析部分呢 我首先先问几个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 金子 实际上呢,我们回归 Regression,你会发现很多书 他给我们的概念都是conditional mean 实际上回归就是条件期望 或者条件金子 很多书其实都是这样说的 那 那金子 条件金子 差不多一个意思 我们想问 金子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比如说我们收入 金子是不是越高越好 是的 一些统计人知道 还有下面几个概念辨析来说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能不能描述非线性依赖关系 我们今天要说相关相关 是的,不行 那概念独立 再一个概念,概念独立 两世间独立 就不相干 我不相干就说没有劣在联系 或者没有什么 这个 函数关系什么之类的 这也不是 概念独立 它们可以完全存在 切切的函数关系 这边只是先跟大家辨析一些概念 因为我们这个 以后你写文章 或者应用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这些问题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统计意义,经济意义 统计显著跟经济显著 这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统计很显著了 经济上你赚不到钱 这是事实 我给大家给大家几例子 那经济显著了 统计一点都不显著 因为统计有统计的指标 统计的目标 它的目标还是什么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那再次统计失效 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喜欢用这个 经济机量宽缓 但实际上都是基一些统计的基 统计的这个基础是吧 那统计的话 我把手机关一下 省得待会影响大家 因为刚才来挂窗帘太忙了 啥事都给忘掉 对大家把如果手机打开 把手机关一下 待会讲的时候 有些地方的话呢 本来统计上是不分彼此的 你还用模型把它分彼此 是分不开的 就是每个东西都有它的极限性 好 这是这几个问题 那我们切换到这边 另外一个slide 这个slide呢 我一开始没给大家 最后会给大家不用担心 为什么一开始不给大家 因为里面有些答案 先给你了 你看了就是说 你可能就不去思考 是吧 那个听起来就可能没那么 没那么有意思 那 金子会带来什么误导呢 这边有意思说 打游师是网上大家看得见的 张家有才一千万 九个年级穷光大 落把平坚算一算 每家每户一百万 每家每户都百万富崩了 是吧 这看起来很好 但大家知道 这个这种情况 这样的社会 是要化身革命的社会 是吧 对 评估它就太大了 那 所以就是我们 现在经常包一些 有些现在还是学生 和你们 有些是老师了 就是有些同学找工作 说说经常我们 现在是个贝时代 贝平坚 都是贝 那这边的话呢 想说的就是说 我们在回归分析中 其实计算的那个 待会我们也会给出公司 计算是个条件期望 也是个金子问题 是个大体上的金子问题 它其实它不代表谁 我们知道一个物体的重心 不一定在物体上 是不是 物体的重心 如果它不规则嘛 金子也是一样的 就有点像那样 那如果我们要真正的 要了解一个东西的话 实际上要完整的分布 没有人家财产为金子 我们看到没有 跟重心 这没有人的财产为金子 金子那死个 只是个概要统计量 所以我们在这个回归分析之前 或者在什么 首先要了解这样一些基础 这些知识概念 因为现在你看多东西非常多 但是我比较爱说坏话 可能拉吉更多 而不是那个 那下面呢这个例子 是也还是金子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是很多概率 大家写的时候已经知道了 那我们这边再老调重谈一下 这边差不多是这样 就说现在有两种治疗疾病的方法 疗法A疗法B 那对于这个大结石跟小结石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致力 医生解除这个结果 疗法A的致力呢 你看到没有 小结石也比他高 大结石也比他高 对吧 但是呢 一平均整体疗效就不行了 我问大家这是为什么 我们在概率上 概率上把这个叫做 辛普森佩论 叫做辛普森悖论 那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话呢 对对对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讲的时候 在讲这个叫什么 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 面板书籍分析的时候 如果同样也存在着问题 面板书籍分析的时候是这样 问题是这样的 像这边的话 每个工人的工资 都是增长的 随着工龄增长 但是呢 每个工 都是每个工人 每个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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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每个劳动者 但是你整个社会平均 现在会发现工资是随着工龄下降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也没有 如果你把所有书籍 弄起来回归就是下降的 就大家都是正相关的 但整个社会是互相关的 是这些问题 那这个问题的话呢 在这边 就是表现为我们这边的这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先不说他原因是什么 先说 比如说 你一个年纪 哎呀 说你多读的大学了 在高校里当老师了 那我现在刚好有结识 你说我用A疗还是B疗 我们现在就说 经济嘛 你要用来解册 用来说 这边我们主要是用来解册 就是说来 你要怎么做 假如说你年纪很有强 追求最好疗效 也不担心费用盒 还有副作用 啥都不担心 我就是要最好的 那你推荐什么 那这边的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说 如果你 你一定要推荐A 因为是这样 你结识 要么大结识 要么小结识 比如说万众来分 对吧 比如说大一多少 大一厘米的 就是大结识 是很严格的 就只有这两种分化 无论哪种 这种资料效果都比它好 这边的话呢 金质就会带来误导 是吧 我们结识的时候呢 实际上需要更详细的信息 当然看金质不行 那我现在想问大家就说 是什么原因导致 是疗法B的平均致力膝膏 这边用了个膝膏 这个呢就需要我们去挖解经济含义 这叫做经济含义 就是每个东西我们统计 你任一段数据数据进去 计算器总是可以搞出一大堆东西出来 毫无疑问的 但是呢我们要分析里面的 经济含义或者说什么医学含义 或者物理含义就是那个意思 或者它列在的 叫做因果关系 那这个问题的话呢 时间关系 我们不想让大家思考太多时间 稍微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大家从经济上 从医学上知道 这个应该是医学上 小杰斯的致力总是比较高的 对吧 因为小杰斯肯定好致嘛 然后呢 疗法B的话呢 他做做在哪边呢 样本量在这方面 做的样本做的很逗 最后的话平均的时候呢 因为小杰斯的致力高 所以拿小杰斯的 他的平均值就会比较高 这样来做 对就是钱重 哎 先同意怀疑得很快 钱重 所以呢 当然我们就是说政府 有时候要搞鬼 其实他也是才这样来做的 他说我们这个贫困率下降 或者说我们收入升高 他就可以这样来调整 他说明他抽样也有问题了 呃 这个的话 对医院来说的话 他有时候是没办法的 因为病人他选择跟那个是这样 那对一个政府或者对什么 他就可以故意去这样 那包括我我我躲开两分钟 因为我在下门生长惯了 下面一个岛 岛内跟岛外差距很大 岛内像我边上的房价 已经这个这个四万到九万 岛外的话差不多万把块 然后呢 岛内的房价涨了百分之五十 岛外的房价也涨了百分之五十 政府的公告说 这房价整体下降了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啊 因为岛内的房源减少 岛外的房源增大 一万块钱的 岛内卖十万平方 现在卖出五十万平方 他这一平均就把价格拉下来了 这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做法 当然他那个指数量编制是没问题 为什么他就是价值价钱指数 就是我卖出多少平方乘以多少钱 那边卖出多少平方乘以多少钱 乘以多少钱 乘以多少每平方多少钱 那是个指数 但那个指数的话呢 就跟这边的这种 禁止带来误导 是一样的一个概念 好 那这个指数有什么问题 CPI就不会这样干 CPI 那我们可以客户再说 CPI 因为当时 那个不是人行的那个 那个研究中心的那个 人行研究集的那个集展 什么之类的 去过 他CPI有很多问题 是 他 也有个样本想想想想偏的问题 我们事后再说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线性相关 我们要注意 就是说平时所的相关 指的都是线性相关 那我们现在呢 包括像我们演员的院长洪老师 洪永庙 他现在弄了一些 研究非线性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 他叫做非线性依赖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说线性相关跟线性依赖 可以说是一个概念 但是呢 所以线性相关 相关 那一般称作相关 线性相关 我们一般既然称作相关 记住 他只是研究线性关系 对于非线性关系的话 不起作用 像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呢 他的斜荒差为0 这大家很容易算 比如说 X 跟J 是吧 那就等于 1的XJ 减7 1X1J 是吧 是不是 然后我们知道 这个等于0 是吧 那1XJ等于多少呢 等于1的X三次方 嗯 我看一下是不是 1J的三次方 1J的三次方写错 1J的三次方等于0 为什么 正在分布的奇数项 那个 复迟着 はい 所以 on 所以那这边的话 因为这一个等于0 它的相关性就肯定等于0 因为它不相关 那你说它没有关系吗 它严格的线性关系 严格的线性 严格的二次函数关系 所以要记住相关 研究的是 线性依赖关系 这是要要记住的 那我们平时说的相关不相关 包括什么 什么公积边或什么之类的 其实指的都是研究线性部分 很多地方还有很多东西 灰线性的就更无杂了 不能描述灰线性依赖关系 这是这个评论 那下面呢 概率独立 刚才有些朋友已经说了 就是说概率独立 实际上是研究的是概率关系上 那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在下文 每年中秋自骰子 叫做薄饼 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风俗 薄饼 它是因为当时正成功的士兵 那个抬头望明月低头四孤乡 一到中秋假节想家 然后最后大家就发明出薄饼 就拿六个骰子 然后薄状元 然后大家去混叶饼吃 差不多这意思 那现在变成了一种轰轰烈烈烈烈的分属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制骰子 两个骰子 第一个事件 F表示说第一个骰子 W表示第一个骰子 出现点四 那这个S事件呢 表示说两个骰子的总和为七个点 七个点 那好 问你这两个事件 独不独立 当然我在这边提出来 很多朋友就会说 独立 因为我说的肯定是要跟你们 intuition 跟你们直接相反 是吧 那这边的话呢 为什么独立呢 从经济 从这个关系上 我们很容易来算 我这边可能给出计算 就是说 从计算上的话呢 很简单 那个两个的联合事件 只有这一个 第一个为四 第二个为三 是吧 总共有36种可能 是不是 那关于这两个的话呢 第一个骰子出现四 的概率是六分之一 对吧 因为改 你就不可以 可以不考虑第二个 就是第一个骰子 因为两个骰子没绑在一起 也没有偏心 也没有那个 我们都是经验的 那两个之合为七 也是六分之一 为什么在这边给出了那个 我没有把那个给出来啊 也就是说 两个之合为七的话 他的这种情况 只有多少呢 这个 16 25 34 44 43 然后呢 52 跟61 是不是 总共六种情况 那我们两个骰子有36种情况 所以呢 从概率来说呢 这个也是三十六分之一 没错 是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两者相互独立 那 现在呢 我想问的就是说 这个评论大家先理解 独立是概率意义上的 那我现在想问的就是 最重要说 你给我经济解释 为什么这两个事件 独立 从经济上的 我们不能说只看这个 这个结果 或者只看这个数字计算 要一定要回到 他的这个本年上去 或者说研究他的英国 那这个的话呢 我也继续先说一下吧 独立 或者说独立 我说是概率意义上的 他的用处呢 我们就用来 比如说我们回归 或要让意测也好 评价也好 对吧 就要用 那现在是这样 你给我个信息 有没有用 这边呢 也就是说你给我这个信息 第一个骰子出现点是 对 两个骰子的总和为7 你告诉我第一个信息 对第二个的决策 或者说判断 一点用处都没有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有个这个问题 P F 给定S 呃 错了 P S 给定WE 永远等于6分之1 我是说 给定WE 无论等于多少 我们刚才不是给大家给出的 一个是162534435261 你给定是1 也是6分之1 给定是2 也是6分之1 给定是5 也是6分之1 给定是6 也是6分之1 是吧 所以你这种给定我 你给定我这个信息 所有现在东西都平等 没法离产生差别 你说给我这个信息 从概念意义上没有用 我我得到结论都是6分之1 那 关于这个的理解呢 我们来讲说 讲说一个一个事件叫做E 这个E呢 表示两个骰子总和为8 那这F跟E就不独立了 为什么呢 给定F 不是说给定 不是F 应该说不能说F 就是说WE跟这个E 就不独立了 比如说第一次为1 总和就不可能为8了 概率为0 是不是 第一次为2 概率为6分之1 2跟6 所以呢 给定我第一次的信息 我做这个对这个 总和为8的这个概率的预测 修改我预测的话 就会改变 给定为1 不可能 给定为2 6分之1的可能 是吧 所以呢 这边想说的就是说 概率的独立性 就是以概率意义上的 就是你在计算概率上 有没有用 独立是这个意思 是概率意义上的 那很多概念的话呢 就是说包括 讲了很多 讲了这么多次课 就是说我是 我看起来还年轻自出一些 但是我在课欄上已经很久了 可能大家有看过我的简历了 包括有时候给一些博士生上课 他们对这些基本概念都没搞清楚 好像说一独立 然后就没有任何关系 实际上我们知道 这边很暧昧 它列在有个线性关系 就是这一个等于第一个的加第二个 你看这边已经写了 第一加第二等于7嘛 不是说它没有列在什么关系 只是说概率上 没法帮助我们得到更好的议测 或者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劫测 给我们的信息没有用 概率意义上没有用 好 这是关于概率独立的 下面想说了一个统计意义经济含义 因为我们讲伎量 我们知道伎量呢 传统的说法 就是统计经济相结合 是吧 那如果是应用计量再加上统计经济再加上计量软件的完美结合 或者有机结合 就多了个软件 当然其实最重要里面还有个人 人一定要在里面 太重要了所以人没收 我们来看一下统计意义 记住统计意义跟经济意义有几个例子 开车到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还可以 不是米字路口 还不是很复杂 十字路口也就是说 执行左拐右拐 执行即为零 左拐即为 负一 右拐即为正一 简单这样来记的话 那假如说概率都是三分之一 那么来看一下统计预测的话 统计预测我们知道一般的统计 就算都是MXE叫最小结合差是吧 min square a了 那这样的话你算出来的话 那就相当提及相当的期望值 那这个期望值呢就等于零 是不是 因为我这边假设概率都是三分之一嘛 互一零正一 互一零正一嘛 那就是你每次都勇往直前 那这样来说的话呢 从统计上你最好 因为统计的目标函数是 min square a了 最小金黄差 但是从经济上来说的话 你三次你十两次 假如说你每次都要出车后 或什么之类的话 所以这区别区别在这里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统计预测 经济上要什么才有意义 经济上一般来说就是损失最小 或者说利润最大 那如果经济上最有意义的话呢 也是我们以前一直要研究的 现在也大家知道是最难的一个问题叫做方向预测 direction 方向 也就是说 一 预测这一个 这个一呢表示indicator function 这边的X大一零起一小一零起X大一零起一 X小一零起那个起零就这样 这种方向预测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先告诉大家方向预测 为什么如果我能判断股市的方向 我根本不用判断它涨多少跌多少 反正我判断明天会涨我今天卖空 判断明天会涨今天买入 判断明天会跌我今天卖空 你现在也可以卖空了 融资融欠是吧 还可以通过这个指数市场 那个指数气候 方向预测是最难的 记住它是一个高度非线性的问题 那我这边我只能开个头 因为这个 所以呢经济意义呢 跟统计意义呢是 是有差别的 这边的这个就是说 经济上一般是最小化 损失方向预测 那关于这计划 这计划的话呢 在这个AER跟Economics场上 都有文章 做过实证的 做过理论分析的 方向预测以利润 这边利润指的是经济利润 赚到了真金把银 关系最密切 所有认得的什么其他议测 什么金值啊 包括像宽态啊 或什么之类的议测 都不如方向预测 只要你方向预测最高 你的经济利润就最高 这是在全世界最牛叉的 看物上花的文章 但是方向预测非常难 我们只要说不出事故 不守弯路 经济上就最好 是吧 而不是说你金方炸最小 那这边说了 就是股市你只要能 议测方向 你就是大赢家 这是个事实 大家可能看得到 那再说最后 今天变习概念的最后个概念 叫统计失效 统计失效的话是这样的 这边这个概念 这边这个概念可能一些一些鞋会比较不好理解 就是说这些朋友 就说像对金融不是很熟悉的话 没关系就像那一世 金融的问题是这样 金值很小方差很大 我研究金融的这个比如说股市的收益 研究它十年 你会发现十年的话 那股票才比如说涨两倍 但是你 我用的是热数计 你计算到每天的这个金值的话 非常非常小 0.00几 但每天的方差的话 又差不多百分之五六七八 就是两个相比的话 说白就它的这个T值 等于0 一个是0.000几 一个是0.8 你这两个一除 我们知道这个T值 大概是金值除以标准差 是吧 所以呢你 总是认为它 收益力为0 那既然股市收益力为0 谁去买股票了 难道大家都只玩风险吗 不是的 人家要拥抱风险 拥抱风险的时候呢 一定要能享受收益 是吧 不然的话我又不是雷锋 我干嘛去给你 给你掏钱 这是金融理科问题 叫做明本的 叫金值模糊 但实际上它金值是存在的 而且应该是大爱零的 但是我们用统计来算的话 因为它 我们统计是这样来统计它 显著不显著的 所以没办法 这是你 自身的这个 看不到自身的 再来一个是多元回归中的高度贡献线 线线回归 这是我刚才说的 这几个变量 大概大家也知道 高度贡献线是几个变量 它基本上自己 在一个平面上 也就是它自己可以做一个比较完美的回归方程了 但是你又放在解释变量里面 那这几个变量其实在这里面相当于不分彼此 那你要把它分开 统计上它本身分不开 所以你要借助统计之外的方法 所以像这个高度贡献线的问题 实际上它是个不是个伎量的问题 一般比较现代的基本 现代的书基本上只是说 一代也给我把眼里讲一下 像比较老的一些伎量书 可能会一张一张的讲那个 这个我也有一次得罪人在人大论上说 就是现在的伎量或什么那种贴性 多远远落后一时代 那中国呢 我就啰嗦了解 中国有个特点 80年 还七几年 有派了四个人出去写 一个是 一文清 一个是乌什么 反正老头子你们可能想不起来 然后呢 80年大的一帮经济 基量经济学家 他们的作用也是很大 他们想要把这个经济基量学 引进到中国来 李子奈啊 还有像吴承越啊 就以前华晓大学的校长 这样正一代的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这边也是公开了 因为这个有录像录下来 因为他们的话 实际上跟现在的基量有个差距 他们呢就说 他们的功劳是把基量引进来 推动在中国的花展 但他们的缺点呢 就是他们没跟上时代 这个意思 也就是他们现在呢 没赶上趟了 当然他们也六七十岁要退休 或者已经退休了 那现在的话呢 比较麻烦的是 他们的一些徒子徒孙 没跟上趟 这才是错 像李子奈 或者说像吴承越他们的话 毕竟他们六七十了 那是他们的连带的时候 是他们那个带是最高点 问题是现在呢 大家徒子徒孙 这样做的话就 就显然很没落了 这个意思 好那我们这个不说太多 今天的这个 在这个叫什么 概念编析部分 我们就讲到这 我先把这个录像给它保存下来 不然它待会太大了 我先把这个录像给它